HELLO 大家好,歡迎來到The Wave的頻道 今天我們有一個讀卡器的開箱 為什麼要特地開箱一隻讀卡器呢? 原因是因為這隻讀卡器並不是普通的讀卡器 這隻讀卡器除了有Type-C接口之外 另外還支援UHS-II 而我手上剛巧有一張UHS-II的SD卡 那我們事不宜遲馬上打開它,然後測試讀寫 包裝非常簡陋,不過對於1.8多元而是這麼實用的產品,OK啦 拿出來之後就事不宜遲馬上進入測試階段 當我目前的位置在SD卡裡面 大小是81.54GB,開始傳輸 時間是5分鐘8秒,即是每分鐘大約15.9GB 平均讀取速度大約是264.7MB per second 接著就是寫入了,檔案同樣都是81.54GB 開始傳輸 時間用了5分40秒,每分鐘寫入大約是14.4GB 平均寫入速度大約是240MB per second 可能大家會說,外面的手指很遠都是300-400MB per second 你還在200多,不要玩啦 不過我想說的重點是,對於SD卡來說 這個速度對攝影師是非常有用的 想像一下你是攝影師 而今天你去了客戶的活動 客戶一來就和你攤牌 說要全像素和RAW的JPAD 在你幫他拍了整天照片 去到你要交相的時候 但你有50GB照片 交相速度快就可以早點下班的時候 當你獲資料的速度去到200MB per second 50GB照片,即是大約4分鐘就可以下班 更同你用USB2.0或者UHS-1的Card Reader 打燈十幾至四十分鐘慢慢來 所以如果你們找攝影師和要他們即日交相的話 麻煩準備支持USB3.0或以上的裝置給他們 他們都辛苦了一整天 嘗試想像一下臨下班 然後被人焗OT的感覺 真是有點慘 好了,今天的開箱和測試就到這裡 如果你們喜歡這期影片就有空就按個like 訂閱我這個頻道 會看到更多的收看影片 以及打開影片更新提示 下大節再見,拜拜!